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平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我们现在要讲到 就是现在立法院成为了一个僵局 因为朝野在这个预算上面 是没有一个想法的 所以没有共识之下 现在到底怎么解决呢 我们来看到吴思耀 也就是民进党立委 他说总预算遭到六度阻挡的话 他说现在立法院成为了一个 民主政变的情形 好 这民主政变 好像是他们自创的一个名词 那他在中常会上面也讲到的 这个宛如一个民主政变的态势 但是这是他自己喊的呢 还是传达赖清德的旨意 大家就是浮现了蛮多问号 但是像现在立法院的职权行使三读了 那柯建民也说这是国会支持 虽然他们有民主政变 有国会支持 有很多的名词 但问题就在 大家记得吗 这个现在僵局的这个法律 其实是经过三读通过 而且总统也有发布命令 有总统令 也就是原民砍罚的补贴 要增加到六万元 这已经是一个法律的形式 那到底是谁不依法来编列预算呢 为什么还会有民主政变这样的说法 好 到底谁是民主政变 我们帮大家列了几个人 大家觉得是不是 他是在讲柯文哲吗 不过柯文哲现在收押当中 在讲朱立伦吗 但是不知道朱立伦现在是一个国民党主席 没有什么特别动作 那卢秀燕是他在讲他吗 但他现在在台中市政做得好好的 所以大家觉得说 民进党现在讲的这个民主政变的人 恐怕就是韩国瑜 因为说韩国瑜好像已经预知了吗 吴思瑶又是他 他讲说党团协商都还没开 韩国瑜就发出了隔天协商的通知 其中包含就是选霸法修正草案 说韩国瑜预设今天就是过水 等到协商完之后 礼拜五院会就要表决吗 他认为韩国瑜是剧本先写好的 好 但是现在在立法院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学生去参访 好 那学生参访的时候也被问到 这个韩国瑜也在现场 那他就问了韩国瑜说 会用膝盖走路吗 好 这段有现场的画面 我们带你洗洗看 好 学生讲到说 韩院长会用膝盖走路吗 如果知道这个状况就是 他之前在这个节目上的时候曾经有用膝盖走路 所以高中生就问他了 好 但是这高中生现在很多人就说 这是不是有点在带风向呢 也就是要年轻人来呛韩国瑜吗 大家记不记得他之前在当高雄市长 当时被罢免的时候 就有人说为什么爱说谎 有穿这个拿着这个书本 还有人穿着这个衣服说这个溜之大吉 那到底会不会继续得逞 让年轻人讨厌韩国瑜的气势比较旺盛呢 但是韩国瑜现在看起来这格局不一样了 所以通通都是好像没有听到的感觉 好 另外就是王世坚 因为他现在在立法院里头 蛮呛的有时候还会骂自家人 那他现在也跟蓝营修选罢法 站在同一边 他们说有与会人士讲 在党团成员众多议题核弹忧心之下 王世坚语出惊人说 他主张跟国民党一起修选罢法 也说民众不喜欢一天到晚罢免 反正四年做不好不投他就好了 哇 但是这话一出立即遭到众人的围剿 就连平时跟王世坚交好的蔡逸宇也忍不住开炮 所以王世坚讲了公道话 自家人士不理的他们是呛王世坚 但是赖清德是不是还是感觉自我良好的状态呢 因为他说了台湾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要所有的族群都能快乐生活 但是这个台湾成为伟大国家这样的口号 很多人认为他是在给独派一个交代 毕竟他在国庆演说上面讲的是 中华民国113年 所以也让孤宽敏的遗孙说 这国家何时开始 他在质疑赖清德的说法 好 但是网友说 好 我认同你所有族群都能快乐生活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梗图 你可以看到是赖清德跟蔡英文 然后下面的字说 让我们出征消灭反对者 好 这个梗图它其实是按照之前 这个北韩金日成跟金日正的照片 来做翻拍的 所以也有点在揶揄 好 但是绿能现在到底是不是很嚣张呢 可是很多人说恐怕就是国民党 你这个债也实在太弱了 好 我们刚才不讲预算卡关吗 那他们现在也说 好好 我们要拼场 我们要动员大家一起到立法院这边 要对抗轻鸟 但是问题是一看 哇 现场不得了 超级冷清 这个民进党怎么会怕勒 所以现在整个态势 到底是谁好谁坏 整个民众也是搞不懂 亮哥 今天到立法院现场人都不多 因为今天礼拜四 又天气冷 我也不认为 我认为这个议题就是很无聊 就是民进党如果不守宪法 那就不要理他 国民党不用在乎 反正南白是多数 你就去推你的立法案就好了 那预算你不要省了你家的事 你本来就要重编再送 健保值0.95是在清德的竞选政见 然后原住民补偿是法律案 一个是是不是守法的问题 一个是是不是履行承诺的问题 那你这个政党既不守法 又不守信用 那还要理你干嘛 就不用理了 其实都不要理他们 反正朝野协商也没有用 等你想清楚了 要重提预算再来谈 那蓝白有很多事要做 就去赶快修法 比如说我就看到国民党 因为大家都认真在找法律来修 最近就想要修民防法 把那个高中生 有可能去被动员去 搞什么扶刑清单的 把你的法源都给你修掉 对不对 国民党很多事可以干 这个民进党通过 八年内通过的法律 一个一个都把它修掉 看谁急骂 预算是谁急 反正我们台湾的预算法 也不会导致 关门 这个已经 就是我们只要上个会期 使用的预算 现在可以继续用 所以军公教的薪水也不会耽搁 大家都不用担心 反正就是让赖金的赖皮王 他的新增的证件 都不能实施骂 因为他新增的证件 就是新增计划跟资本支出 你只要预算没过就不能支出 就来看到时候是谁能够撑得久 比如说你那个绿电的预算 新编到2030 9000亿 这个就是新增的 你就不能招标 那你家的事谁急 我看AIT到时候就会去找赖金德 你浅见预算要通过 浅见预算是谁急 恐怕AIT跟民进党最急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急 所以我说国民党也不用发脾气 有一些年轻人到立法院 你自己水准低 要问那种问题 那是丢自己的脸 韩国瑜何必回答 这种学生就是丢自己的脸 他的父母亲最好看清楚 你的儿子在这边讲这种最低级的话 所以我说根本都不用生气 这蓝牌就回去整理法案 一个一个的修 然后大法官人事同意跟NCC 人事同意都不要审 预算都不要审 你既然不从编就不审 那吴思耀可以 每个礼拜院会都来发飙 你就越发飙看起来年纪越大 也不会有人理你 反正你的仇恨值就继续累加 看明年你会不会被罢免 看你有没有能量去选市长 因为这个事情的原因 道理实在是太鲜明了 健保值0.95 就是赖清德的证件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 侯友宜跟赵昭康是主张一 那就有人跟他说 这要600多亿 赖清德就主张0.95 这个太清楚了 你连自己的竞选政件 都可以背信 还在那边说什么 那为什么你的赖皮疗你要处理呢 为什么你要处理赖皮疗 对不对 你为什么知道赖皮疗要改成 旷工纪念馆 那为什么你的健保的0.95 你就忘记了 而且那个时候理由 朝野都一致 说我们的护理师流失的太厉害 所以要加薪嘛 不是吗 我们经过一个选举 我们能够记得的证件不多 这一条是大家都记得的 因为在疫情之后 所以大家很有感觉 对 很有感觉 然后有很多护理师 都说要跑去美国上班 人家也在拉人 结果你竟然忘记了 一毛钱都没编 这个才300多亿 对不对 然后原住民补偿 6万是你 陈寅跟武立华的提案 你连这个还要赖皮 你这种赖皮党何必理你 你就自己去赖皮吧 活在你自己的赖皮梦里面 那蓝白就认真的去修法律 把蔡英文在内通过了法律 一个一个都给你翻掉 我觉得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 亮哥给了解方 不过确实这个民进党的补贴 是已经是法律的形式了 所以现在还不编列 也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韦哥 怎么看 6月的时候通过这个三毒的法律 你要把那个进发补偿条例 从每公顷三万变六万 那行政院觉得治安难行 当下就可以提出复议 也应该 以九州太军长现在的坚持 他当时候就应该要提出复议了 我不是很确定 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提 那在餐序过程当中 他是讲余心不忍 可是你余心不忍 你还是得面对 因为现在你当时没有提复议 就表示你没有在你的程序上 提出行政院治安难行 跟反对的立场 更不要讲说原住民的 两位民进党的立委 陈寅英跟吴立华 是投票同意 而且他版本比高金素 还要多一万 五万变六万 所以其实很简单 现在目前立法院 卡住这个总预算 只要做一个动作 刚亮哥讲的那些都对 但真正最卡关的还是这个 就是进发补偿条例 因为你健保 你不编 那表示说你说话不算话 你选举没有兑现而已 可是这个进发补偿条例 就不是你有没有守承诺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守法律的问题 这是其一 照理讲 因为这个钱很少 你去看只有14亿 目前这个原住民的经费 这个补偿条例 它已经变到28亿 比去年的21亿还要多了 你再多14亿就可以过了 14亿在三兆的预算数来讲 凤毛麟角根本就不是 会影响到其他的 这些预算的编练 你应该把它调整一下就OK了 可是看起来并没有要动 那就会两个都卡关在这边 那就要对到 第二个题就是王世坚 因为刚刚我看王世坚 因为这是媒体报道 坚哥跟这个蔡宇 两个人一起出来开记者会 可能明天我们就那照片 他们两个都在讲 没有 我们要吵架 我们两个每次在立法院 在推劫的时候 我们还是患难兄弟 出来澄清说有不同意见 但是并没有争执 王世坚刚刚的说法是说 他认为国民党要修选拔法 就是身份证 就是你在连署之后身份证 形同门口会提高 他说你不用管 如果门槛提高了以后 民进党被罢免的门槛也提高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提就提 我们不用党 我们现在目前应该要速审 总预算才对 赶快让总预算过才是正办 所以王世坚的意思是这样 总之他出来跟大家做说明 就是总预算 现在目前看起来卡住了 你要回过头来 看行政院要怎么做 行政院如果不动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但一直以来 就是你要看到现在目前 在整个蓝绿的对方当中 要看谁先愿意退 照理讲 明年的总预算 要是真的没过的话 他就是按照上个年度的 他的吃用的状况 还可以再给 所以刚刚亮哥讲的 军公教的薪水还是可以发 可是3%的部分会没有 军购的部分去年没有的 今年多出来的你就没有了 所以新的总预算会提的 应该是执政党 尤其这是第一本 就是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 他的行政院长编了总预算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中央大院长特别坚持 但你坚持终究没有结果 蓝白现在目前要求的 也不是过分的一个要求 就是你自己通过的法律 你就要去处理 最后我讲韩国瑜那个 因为其实你刚刚看那个画面 小朋友一群人 他也不是在那种 比如说年轻人QA 用麦克风在他手上 可能就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讲了这句话 我发现好多媒体 都在讨论这一题 韩国瑜确实他也没有回应 不然你要叫他回应什么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要把韩国瑜的 过去的过往 在2018到2020那两年 高雄市长选总统 那个记忆慢慢的要拉回 其实这个跟他现在 目前人气高有关 人气整个上来以后 就民进党看起来 也越来越多人防着韩国瑜 就想的是2028 不过我真的觉得 2028太远了 他也未必会 真的成为总统参选人 所以现在目前 我觉得先不用谈论 韩国瑜是不是会有 2028的问题 人气高是事实 但是学生有提到这个话题 他完全没有任何回应 我觉得他风度蛮好的 不过协商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爬梳了一下 大概都是落在 每一年几乎都落在 一月的时候 开个临时会 才会过这个预算 所以只有在大选的时候 比较常会在年底 就是12月的时候就过 所以这好像也不是一个 就是普通事件 有可能到一月协商就过了 好 兵哥 其实我觉得 本来每年总预算案 就会吵吵闹闹 这也没什么好习惯 民进党现在是故意在 想要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都推到 想要用民意的压力 去逼在野退让 可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他第一个 他本身站就站不住脚 因为实际上就是 你不遵守法律 你自己违法乱纪 然后还去指责别人 更好笑的就是 我常常觉得吴思耀的逻辑是 很奇怪 什么叫做民主政变 什么叫民主政变 我听不懂 民意这就是民意 立法院在野就是多数 你本来就应该要少数服从多数 这种东西叫政变吗 对 民进党不利都是政变 对 莫名其妙的 我第一次听说有民主政变 那么奇怪的东西 所以亮哥是改革者 所以就不要老是自己在那边胡说八道 乱掰一些名词 这样讲出来只是让人家觉得 你的素质很低而已 然后他在那边讲阴谋论 说什么韩国瑜 你早就知道协商不会过吗 你早知道今天是过水吗 请问一下 有人不知道今天协商 一定没结果吗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因为过去几次都是这样子 不是吗 因为你们民进党 从头到尾没有拿出 任何诚意出来 左翁太讲那个什么话 什么就此一次下不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什么意思 如果左翁太真的认为 这个东西是违法违宪的 你怎么可以仅此一次 你就应该从头到尾就不准 就不行 因为他违法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还有什么 今年先编明年再改回来 这什么东西 所以从头到尾民进党 就没有想要让步的打算 那你都不想要让步别人 为什么一定要让步 而且是你违法在先 怎么样都说不通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在鬼扯什么东西 你们已经告诉我们 你们根本不想协商 那你们要乱 那再也不奉陪能吗 难道再也就必须要 鼻子摸摸就让你 为所欲为吗 现在是你们在少数独裁 吴思耀你听懂了没有 那至于尖歌 我是觉得尖歌讲得很在理 老实讲 选拔法如果修严 大家都很难被罢免 选拔法修容易 大家都很容易被罢免 条件是一样的 没有谁会比较好 所以要修就修 有什么差 没差 只要你认为自己 老实说只要你自己选区经营的好 想要罢名你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不然你到底是怎么选上 我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 那我也不知道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 很多人都不 其实民进党现在 很多就是 你不能够顺着再来党 顺着再来党你就跟他一样 就这个风头都被他抢走 现在就是这种意思而已 那倒是朱立伦 我知道朱立伦最近一直想要 占据一些话题 想要挽回一些声量 可是要动员群众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平常有在经营吗 然后你有在酝酿吗 你有抓准时机点吗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你以为随便打个电话 人就会被你抠出来 拿钱找人比较快 好 动员真的没那么容易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 因为立法院这边 目前还是 因为北台湾在下大雨 所以目前国民党 只是排成一排在讲话 但是确实现场的人 是比较不多的 那这个朝野的对立情势 也必须说 预算是要协商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